没想到你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勾搭师母 叫我秘后怎么相信你啊 总之呢 我跟风风是认真的 其实呢 我爸爸更好 要是姨姐姐喜欢你就好了 我也跟妈妈 外面那个女人 你是不是认真的 你好像比我还认真啊 没想到你跟我大哥那么熟 喂 你别误会啊 我不会介意这种事的 以后不准再玩爸爸妈妈了 还是叫我姨姐姐 知不知道 你觉得我跟我弟弟差多少万 小学生跟博士相比了 有一样他没有 你有女儿他没有 德田他 他不是没经验 可能是他做皮了 态度散漫 还是等堂出来比较好 他在下面受了伤在流血 还等 来 你休息一会儿啊 谢谢 来来来 我背你 我背你 最恨是中女人 坏蛋 坏蛋 没那么容易 我有一天见 叫我一天见 dig陛 你别碍了 那是一夜 不应该bol Choose 我不会 你 我看你 我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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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的部下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 其实精神病患者很敏感的 情绪很容易受到波动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刺激他们 下次遇到他们 小心点很危险的 知道了 谢谢你 好了 我走了 喂 德天 不要用手波 私人送把 屠隆刀给你 要是有什么动静 一定要拿着一天见 玩鬼玩 要看人来玩 小家自己玩不起的 知道吗 又不是你 不贵的 德天不会的 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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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道士啊 兄弟要玩的就陪大家开心了 那些不熟的废话又多的 就一张板凳飞过去 怎么了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是这样子吗 自己找的 老子家里给我学几招 穿花挂怪兽叉不就好了 你学会了 今天那家伙 有九阴白骨爪也进不了你身呢 功夫这么好啊 喂 唐三尔 你还有心情玩啊 你好像完全没有反省过 今天你做错了什么 唐三尔 今天我做错什么了 你不是连消防员守则都不记得吧 为什么遇到事情你不向我报告呢 我已经叫小贤去找你了 可是你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擅自行动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没有我的命令不可以擅自行动的 他在喊救命 情况也不是很危险 我可以应付 我就下去救他了 你可以应付 你差点连命都没有了 你告诉我你可以应付 他没开口跟我说他有精神病的事 他胸口也没有写着疯刺两个字的事 我怎么知道他脱线的事 你现在是不是自作主张啊 我曾经跟你说过 你要逞英雄是你的事 你别连累拍档陪你一块受罪 他拿着刀的话我绝对不会下去 他拿着扫吧 刺儿 坏了你你会不会再去救他 季德天 我再跟你说一遍 不管什么情况 你应该向我报告等我只是去做正日纪律 懂吗 是 四尔 这么说有人喊救命的话也不要理他 躲到一边去 再来问你四尔 我可不可以救他 这记者拍照照片怎么办啊 你出来支持我啊 你不会 我工作慢一点 你就说我偷懒不做事 我自动自觉 你说我自作主张 你根本就是针对我 你现在是不是发脾气啊 爹爹 爹爹 别转了啊 算了 四尔可以发脾气 恕他就没有脾气是不是 好 今天把话说清楚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 拿笔记录下来 拿墨水淹死我都行 但是我也懂得到处长那儿投诉你 你到处长那儿投诉我 我也这么说 你可以说我针对你 因为你做得不好 我就要针对你 我要求我的每一个属下 要绝对服从 说出口了 那 够胆色 光明磊落 这种主管很少见的 拍马屁就能一辈子平安了 他们肯让你耍 但是我不会 我申请调局 你凭什么理由 你变态 喂 德铁 别说了 是不是不想干了 走狗 滚开 你可以用这个理由申请调局 可是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批 如果你达不到我的要求的话 你休想调走 明白 这么说是百名证下属了 我倒想看看 你两粒花够硬 还是我的命够硬 消防员记得田向四儿报告 我想抹工具 批不批准 四儿 你不说好当你批准了 四儿 告白 四儿 德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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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喂 干吗这么大火气啊 下巴你回家吧 我又不是伤者 就算满身鲜血 你不给安慰我的 来 先妈妈手吧 这么脏 妈走脏东西 妈走火气 是没那么脏 你不是劝我要认真的吗 不要再马马虎虎的 我就认真了 是啊 不说了 烦 就这样 没事吧 本来我想夸你做得对的 不过现在免了 你也觉得我做得对吧 是啊 就算你真的看到那个疯子 在天津里面发疯 如果你看到他脚在流血 你还是会跳下去救他的 你说得对就是这个道理 要个疯子要跳楼的话 难道我说 喂 你等我一下 我先去问问上级 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再跑回去跟他说 对不起 我知道上级教我 应该怎么做了 喂 他早就已经跳下去 八次了对吧 所以从头到尾呢 我没有错 我没错 对 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行了 上面那个变态算 能教你这么说话不就好了 好好地说 容易听得进去嘛 何必吵呢 喂 气消了很多啊 没事了吧 我走了 拜拜 喂 吃了饭再走 不是吧 下了班还在这儿吃饭 我才没你这么变态 我走了 我走了 留在这里吃饭有多变态 还不是那些菜 打不了我做 变态 喂 纸巾呢 你这儿呢 就这儿没什么事了 你还要走了 你还有一点多变态 你还要走了 你还要走了 v milieu 你还要走了 我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你还要走了 Justin 神闻 你还要走了 我就不会让你走 你快要走了 我走了 你还要走了 你儿一带 你来点灯 我走了 喂 喂 喂 是我 你怎么现在才打电话回来啊 那你干嘛不找我 你一声不说就走了算什么 你可以找我的嘛 你有心一定会找到的 你在哪里啊 我还在泰国玩得很开心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不知道 你不让我过问你的事 什么时候回来都无所谓了 我高兴多玩几天了 你高兴玩就玩个够吧 就这样了 怎么样 选好没有啊 这么多衣服还没选好啊 到底约了谁了 朋友了 朋友 今天是八月十六号 我们大小姐的生日啊 这么高兴的事 当然是约了男主角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约了GIS的旧同事 跟消防处的主管一块儿吃饭 都是普通朋友啊 今天是你的生日 个个都不请 只是约了普通的朋友 快说 一定是男主角在里面了 你知不知道你越老越啰嗦了 你看 催你了催你了 你快去看电视吧 乖啊 拜拜 拜拜 喂 米萧 我是唐明 是 什么事 对不起 我晚上有事情不能去吃饭了 哦 没关系 拜拜 拜拜 喂 老鬼 你今天干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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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没热的 行不行 加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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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吃这么快嘛 喂 你是不是来帮忙的 你跑进来干什么 哦 到人家家里 当然是到处参观一下 一点都没变啊 你说什么没变啊 哦 我是说消防宿舍 那么多年都没有变吗 哼 消防宿舍 一向都是这样子的 哎 这个是恩恩啊 这就是恩恩和他妈妈 哎 没什么好看的 你还保存他们的照片啊 喂 他们在吃了 会被他们吃光了 嗯 哎 这个钥匙圈 是不是恩恩的 哎 你管得真多 啊 你这个人倒挺长情的 东西保存这么多年都没扔 嗯 谁叫我们宿舍大 我当垃圾缸行不行啊 喂 小姐 你也肚子饿了 拜托你出去吧 哇 喂 当心点 行不行啊 你们这些家伙 等着不等我 我叫什么 来来 谁说不等 一定等你 有没有搞错啊 真的很好吃啊 好吧 快点 来 来 我去开门 好 来 我那会谁下去了 你就是没 哎 唐四 哎 哎 你怎么这么晚呢 我正想打电话 看你在哪儿呢 这么多人 哦 他们突然跑来说要吃火锅 哎 唐四 唐四 你就是唐四 我听过你的名字 你是 陈小雷 蝴蝶湾灭火轮军一级 文言 不要理他 说什么 死老鬼 音叔 音叔 啊 拿点酵油来 还有沙烧酱 还有什么 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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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 不要了 唐四 你快吃 来 吃吃吃 来 吃 好啊 谢谢 我觉得啊 你们SSO啊 个个都很英俊潇洒 就说唐四吧 当明星都行喽 是啊 我还以为他会来呢 本来说要来的 从说没空不来了 罗四 他调了新菊 是不是很忙啊 到了新菊当然忙了 要多了几个新队员 挺烦的 我看酒不太够啊 不如再叫两瓶吧 不用了 不用烦的 来来来 干杯 干杯 来 我们干杯啊 来 敬你 干 大二 同花肾 大二 搞定 你真行啊 真行啊 来来来 洗牌 再来 再来 再来啊 快点 快点 来 来 谢谢 来来 你今天喝了不少啊 来 来 十 这阵子 有很多事情都不顺利 我有事 新菊的事啊 慢慢会习惯 小狗都告诉我了 老鬼啊 现在说的是进火场 搞不好会死人的嘛 他们就是不明白 好了 你有你说 他们呢 就当是耳边风 老实说 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明白 明白你 太难了 不是人人的想法都跟你一样 各个标准都不一样的 何必那么紧张呢 不要急 慢慢来 欲速则不达 应付现在的年轻人 不能够用我们以前那一套 要气味相投 要合群 大家嘻嘻哈哈 开心就行了 很多事情你不明白 这倒是 我只不过是一个三柴 你做主管的 很多事情又不一样 不说了 我走了 再多聊一会儿吧 不了 你陪他们吧 不用这么执着 放松一点 别跟自己过不去 快点 行了 OK 走了 都是 是不是车子又坏了 你不是今天没空吗 刚刚去了同事家里吃晚饭吧 你也吃完饭了啊 你不开心喝了很多酒似的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呢 有很多事情由不得你控制 有时候工作跟上上场一样 要弟兄们跟你一块去打拼 不是件容易的事 终于有人跟我的想法一样 一个人去打仗 是不是感到很孤独啊 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这些年来我都是一个人在拼 一个女人自己去生活 这种孤独的感觉 不会比你们男人少 难得两个孤军作战的人相遇 我看我应该跟你喝两杯 不过很可惜 没有酒了 也会给你喝一个 啊 就是 怎么会喝一杯 你会 addictive 我们可以与你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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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我到了 谢谢你陪了我真爱 这一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拜拜 我爱你 我爱你 老公 对不起啊 老公 我只要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惹你生气 对不起啊 老公 其实我昨天打电话给你是 想告诉你我要回来了 可是没想到居然气得你挂我电话 对不起 老公 是我不对 昨天晚上我回来看见你不在家 等了你整晚 我以为你不理我了 你去哪儿了 老公 我 我到罗嫂那儿吃烤肉 我知道是我不对 我以后不会小孩子脾气 我不会不说一声就走了 你别生我气了好不好 老公 对不起啊 我没生气 我没生气 老公 早 老公 早 早 坐 煮了早餐了 嗯 吃吧 嗯 你怎么不吃啊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早餐很好吃 我不是说这个 我知道我跑去泰国 我很不对 我很任性 如果你觉得不开心 你可以骂我 泰国的事呢 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提了好不好 可是那天我打电话回来 真的是想故意气你 我明明知道你疼我 我还是要气你 我真的很不应该 今儿这件事大家都有错 就当是粉笔子擦掉算了 可是要答应我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 想做什么 都要跟我商量 我不想担心你 我知道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任性 我再也不会不成熟 要你担心我 拜托你别小孩子脾气了 跟老公吵了架 也不应该跑掉的嘛 我也知道是我不对啊 喂 医生说你重感冒 还喝冰饮料 喝点茶吧 这么大人了 还不懂得照顾自己 你别教训我嘛 我老公都没这样 就是你老公 把你惯得胆子这么大 我也知道他疼我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次不一样 我不是跟你说 我去泰国之前 打个电话给他 结果他气得挂我电话了吗 我以为回来了呢 他一定会不理我 谁让他居然没事 还跟我说 这件事大家都有错 就当粉笔子这么擦掉 而且呢 比以前更疼我 那最好了 有个这么大方的老公 可能是我从来 没有气得跑掉了 所以他才那么紧张我 也许这次出走呢 是错有错着 看你得意的样子 别让老公疼你啊 就欺负他 我怎么会欺负他 我说过我以后 不会像小孩子 那么乱发脾气 我不会让他担心我了 这还像个人 我好像喝过了 我好像不太好一样的 我都不喜欢他们 我做门了 我好像不太想要 我还会儿 может 我好多长时间 我好想要 我还会出现 我好像不下了 好 接着怎么样啊 算了算了 你帮我放面粉 不用放糖了 放过了 放面粉 这么多的面粉 再放一点 太多了 差不多了 太多了 我做了 我做了 快点还给我 还给我 不给 就这个 上次呢 记不记得 这里 我把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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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放心 我会搞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日夜操练 还要练体能 想累死人呢 阿公啊 这么操练法 我一定娶不到老婆 你没有女朋友娶什么老婆 不是啊 你想想这么操练法 哪还有心情谈恋爱啊 这倒是 小秦哥 你自己没本事交不到女朋友 别推到唐嫂的头上啊 你说什么 刚才一边跑一边骂 骂得最大声的是谁啊 小狗 什么哪有啊 还说 唐嫂本来不是这样的 是德田 德田进来了 才害得我们每天练得那么辛苦 你要赖啊 赖他吧 你跟疯狗跟得比我们久 你们关系那么密切 当然帮他了 其实唐嫂不是针对谁的 他也是为我们好啊 哇 你现在中途便捷啊 刚才骂第二大声的就是你 二号走狗 哎哟啊 喂 这样吧 处长过两天要来巡局 跟处长反应一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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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不用这么严重 算了 只是小事嘛 嗯 怎么 不反应啊 日夜操练得这么辛苦 嗯 德田 怎么说 嗯 大家福利 要大家决定 不过我只是知道 如果再不反应的话 我们迟早有人进医院呢 是吧 不错 你们怎么样啊 是啊 怎么样 跟大家咯 德田说什么是什么 好 那派谁去说呢 小心啊 长得够活泼可爱啊 哎 小心 哎 你 哎 你 喂 不行 我只是中学毕业 我学历这么低 小狗吧 小狗渔科毕业 探文才好一点 小狗 我口才实在太差啊 谁说不行啊 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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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处给你 来来来 峰哥好 是不是真的啊 南风啊 过两天呢处长来巡局 到时候啊 你做我们的代表 反应一下我们对唐瑟的不满 对 不满他叫我们日夜操练 是 我没有不满吗 做消防员锻炼体能是基本功 有什么不同 你们千万不要练经学懒了 别叫我做这种事啊 一号走狗 你说什么 算了算了 出去出去别了别了 怎么办呢 走走走走走 看起来没有人可以说了 也就是没戏唱了 有没有人哪 干什么啊 有人向你讨战 就想神秘兮兮的 过来过来过来 什么事啊 我想清楚了 这次我真的要牺牲小我了 你决定去说啊 到底怎么样啊 我要打电话到电台去 但是很容易被人认出你的声音啊 对啊 去 你放心 见过这个没有啊 声音转换器 这么高科技 你从哪儿弄来的 真行啊 唐四儿这个祸国殃民的黑五类 我今天一定要把他给炸了 但是话说回来 他有什么罪状让你说啊 你不能信口开河瞎掰啊 你要被备好才行啊 我已经写了七大罪行八大罪状 全写在上面 我也操练整人 那行 说跟说 隐晦一点 用代号 给他打来了 打来了 打来了 付接了 付付付付 进来 盘子 你听 你听 是 有件事我想跟大家说清楚 我知道你们认为 我对你们的态度很差 不过你们可以直接跟我说 甚至可以跟处长投诉 但是搞得打电话到电台去说 觉得很无聊 大家都是同一队人 我对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会找你们谈 你们有什么不满 也可以直接找我来谈 所以我不希望以后 再有同类事情发生 咱们明白 是 是 是 求当 妥协 哪只眼睛看到我们打电话 她说是就是 就是你们三个了 你们实在很无聊啊 好好的工作吧 你实在太好了 有元首纪律了 班长 走狗 都是你 有什么 走狗 别别揍我 冷静 我就揍你 来啊 喂 女人 喂 女人 开门的女人 喂 你自己进我房里啊 幸亏你还没走 幸亏我不在里面换衣服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先听我说吧 小姨打给我 说姚又从今天下午开始发高烧烧到现在了 看了医生之后还是一百零二度 我知道 她打过电话给我 那她烧了那么久 会不会烧坏脑子或者变成脑膜炎什么的 你先镇定一点 小孩子发烧很正常 没事的 不是 喂 不是什么啊 这个是我的房间 你进来干什么 你现在下班了吗 赶快换衣服回去帮我照顾姚也好不好 你放心 我回去一定会帮你照顾她的 这样吧 我这有一千多块 你先拿着 一千多多 不够的话呢 我这里还有三十块 带姚要看私家医生 叫医生给她验脑 验血 验药 什么都验 如果不够的话呢 你先电打 拜托 放心吧 你换衣服啊 喂 你这样的烧 我怎么换呢 也对啊 好 德铁 唐水什么都知道了 想想办法 要不要先发指人呢 是 指什么 指这肚子吧 你不是吧 你想就这么算了 就是 姚要发高烧 烧了一个下午了 她没事吧 看了一声打过针 就是不退烧 喂 姚要那么健康 没事的 是 希望没事 现在怎么办 回去想办法啊 喂 什么 不清楚啊 你等一下等一下 有山打呢 行不行啊 哎 清楚了 姚要怎么样 没什么事了 我打给你就是告诉你 姚要退烧了 吃了药 你等一下啊 她想跟你说 是爸爸 喂 爸爸 怎么样 小公主 我发烧了 你唱歌给我听啊 爸爸正在上班呢 我不舒服 你一定要唱歌给我听的 你不记得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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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了够要睡觉啊 每天 每天展柴在森林 大众开心 长寿善歌 吃吃水果 愉快过日子 每天放羊 在草原 又放风筝 野花点点 绿荫片片 两块又一身 城市里有大灰尘 人多车多瞎怕人 不不 喜欢乡村 旅金处处远野公树林 她睡着了 谢谢你啊 她平时不是这样 可能是病了 闹别扭吧 不谢 一会儿她醒了 我就为她吃药吧 谢谢 她吃药呢 给她点葡萄干去苦啊 青色那一种 她嫌黑色那种太甜 你放心吧 好 谢谢你 我不跟你说啊 就这样 杰德铁 你过来 唐四儿 报告控制 我们军民室 季四儿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真是天天新快 日日新鲜的 你是不是想试试花洒系统 管不管用啊 我求求你 你就当帮帮忙 我还想干下去呢 唐四儿 唐四儿 对不起 其实 其实炉子本身 已经有点问题了 加上我们几兄弟 进去炒菜 炒得抢火 啊 梁四儿啊 是炉子有问题呢 还是你有问题 这种话话 亏你还说得出口 你是专业消防员啊 你怎么可以 让炉子抢火呢 你们真的没得救了 你真是了不起啊 做消防员 搞对消防局的厨房着火 简直丢人哪 要不是瑶瑶下午发烧到一百零二度 一直没有退烧的话 我不会这么失魂 你去死吧 瑶瑶发烧你的不够死我 你要是敢打去吵醒她 看你死而我死 喂 早 爹 我是罗四儿 刘四儿呢 他去了洗手间 什么事啊 我想告诉他 这个星期的BBQ 我有事情不能去的 好啊 你们这个星期又去BBQ啊 不是 上次改期嘛 麻烦你跟瑶瑶说一声 拜拜 好 拜拜 谁打来的 罗四儿 他说这个星期没有空去BBQ 可是你们上个星期 不是去了吗 上个星期我是跟垃圾不是罗四儿 你听错了 吃完早餐陪你去吃药品啊 你说想换季啊 好啊 可是你不困吗 睡两个钟头 快吃 八月二十六号今天很开心 老公又陪我吃完早餐才去睡 真奇怪 为什么老公这几天下了班之后 都一定跟我吃早餐呢 接着还会陪我去逛街 看电影 买衣服 我觉得他越来越疼我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老公真的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又说不出是什么 哇 看我海人了 全海语景啊 怎么样 怎么了 可以一次做两个蛋糕 你最喜欢了 我也觉得不错 看了这么多单位啊 这个最好 老婆 干脆就买这个吧 你真的想买房子啊 我只是来看看 总不能一直都住在宿舍里啊 趁现在利息低 至少买房子吧 话虽然是这么说 可是我们住在宿舍很方便 又靠近消防局 这里那么远 不是啊 我觉得始终呢 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比较好 那家具呢 我一定要这么放 八月二十七号 真是让老公吓了一跳 他突然想看房子 为什么突然想买房子 老公做的事 越来越叫我意想不到 我知道他是想哄我开心 给我意外惊喜 虽然新房子很大很漂亮 可是距离消防局很远 老公不可能不知道啊 他还想赶快搬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在逃避一些事情 但是他想逃避什么呢 九月五号 我们最近很喜欢来这里烧品 因为这里很多东西卖 老公也喜欢 我选了一件衣服给老公 他很开心 好累啊 我订了位子吃意大利餐 好啊 可是我要先去洗手机 我要这儿等你 谢谢 可以 快点 疯癫 好啊 哪儿 您好啊 好像在想事情 他在想什么呢 九月六号 我跟自己说不要胡思乱想 我今天做一桌好菜给老公吃 我要他舒舒服服地吃一顿好的 因为我知道老公不能没有我 我也不能没有老公 去买菜怎么不叫我送你去 老公 我知道你加班 不想麻烦你吗 下次不要了 一个拿这么多东西 今晚吃牛排啊 是啊 本来想做渔辅的 买不到新天铃鱼 只好煎牛排了 不如我去别的菜市场找 不要紧 你买了牛排就煎牛排好了 那我再买一点菜做沙拉 好 我陪你去 不用了 你要找位子停车 你先回家吧 那我在这里等你 好啊 我先回家吧 我先回家吧 不要紧 你先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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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好像就在附近似的 很近很近 而我却越来越远